没有总统大选投票倒数21天 贺锦丽团队加强广告攻势 欧巴马和克林顿积极助选 川普再次回到宾州造势 随着多个州开放提前投票 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的选战开始冲刺 10月14号 两人同时在最重要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造势 贺锦丽选择西北大城伊利 这里曾经是发达的铁路枢纽 川普则在宾州最东南的费城 这里是全州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周日 贺锦丽在另一战场州北卡罗莱纳造势时 对准川普的年龄说事 当天在边境战场州亚利桑那造势的川普直言 左派正紧盯着他 希望他有口误 好借此攻击他的年龄 他还提醒国人 解决边境安全已经迫在眉睫 川普誓言 当选后将增加1万名边境巡逻人员 把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绳之以法 值得一提的是 周六晚上在加州川普的造势现场 警方抓捕了一名持有猎枪 上唐的手枪 弹药和多本假护照的49岁 他被认为企图形刺川普 面临多项指控 最新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非洲裔和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 分别是78%和56% 低于2016年的希拉里和2020年的拜登 显示这两个传统民主党票仓正转向川普 为拉选票 民主党籍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 正在七个摇摆州不停奔走 贺锦丽周三将做客右派媒体福克斯 电视 体育比赛场地等也处处播放贺锦丽的广告 川普的竞选搭档万斯正全家上阵造势 万斯还不断做客不同媒体 川普的成年子女也在为父亲拉选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人昊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人显示